你来干什么 我不都告诉你了吗 不要来我们家 我不认识你 天底下哪有你这样的儿子 连妈都不乐 你别好说话 我不是你儿子 反正这就是我的家 我就住这儿了 行 我懒得和你说 小妹 抓紧谁来一趟 有事 哥 你这么着急找我来 有什么事吗 你看看吧 这个就是你 招思不想的那个女人 你就是江美吗 要是走在大街上 我都认不出你了 对 我就是江美 你就是传说中 丢下我们的那个人吧 你是不知道 那个时候咱家有多穷 我是没有办法 才把你们撇下的 那个时候我才两岁 哥哥三岁多 你知道爸爸带着我们 有多辛苦吗 爸爸又当爹又当妈 为了让我们吃饱穿呢 为了供我们上学 到山上给人家背石头 遇到了山体滑坡 被埋在下面 他走了 留下我们兄妹俩 在世界流浪 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吃的 就去捡垃圾桶里的东西吃 我们没有穿的 就去捡垃圾桶里的衣服穿 那个时候你又在哪里 是里巴村的 谁不知道我们是没有爹 没有妈的爷孩子 等我们长大一点了 需要上学了 我们吃着百家饭 穿着百家衣 我发烧 哥哥背着我一路上 你知道帅过多少次娇吗 半夜 走到卫生室没空 怎么窍门都不开 哥哥跪下来给人家磕头 那个时候你又在哪里 我十三岁的时候 外边的孩子欺负我 说我是野孩子 哥哥跟人家吵架 头被打破了 缝了整整八尊啊 哥哥生病 躺在床上 我背不动他 他喊着爸爸妈妈 你知道那个时候 我没有多无助吗 逢年过节的时候 别人家都合家团圆 我们哪 我们只有跑到爸爸的分钱 嚎啕大哭 我结婚嫁人的时候 我多么盼望 爸爸口中的那个妈妈 能为我披上嫁衣 哥哥结婚的时候 多么盼望妈妈能坐在上面 哥哥嫂子 能奉上那一杯茶 如今你老了 没地方去了 外面的人嫌弃你了 你跑回来了是吗 常言道 后都不识字 我就想问你一句 你这么多年在外面 想过我们吗 小妹 她那时候不就是嫌大家穷吗 她不就是喜欢钱吗 不行哥给她点钱 让她走吧 哥 虽然说她非常可气 但是她也是给了 咱生命的人啊 再说了 她离开这里 又能去哪里呀 小妹啊 这么多年 你心心念念的这个人 她回来了 你说怎么办 哥听你的 妈 你就安安心心在这住吧 我和哥哥 我会不管你的 我的阿爸 我的阿妈 白儿又说不完的心里话 就像漫天的星星啊 闪耀着您对我爱的光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